孙丽邓超虽记错日期,但小细节打动我,这俩人怎么走到今儿? 话说这邓超孙丽也算是娱乐圈的长久夫妻了,毕竟娱乐圈的小情侣纷纷和和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。 这几天徐璐和和张明恩就让人弄不懂了,之前上节目的时候甜甜蜜蜜,大家不禁感叹张明恩好会哦, 只是那句我没有心动真的伤到了广大少女心,我不知道婚姻被什么捆绑最为坚固,只知道孙丽也曾是不婚主义的小姑娘。 后来遇到了邓超,不知道是什么打动了她,走进婚姻,然后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,一男一女正为好,就像这条来自亲丈夫的评论你改变了我的内心,我改变了你的容貌,在罗志祥优秀的时间管理事件不久, 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邓超一定有大瓜,等着吧,说实话,这种想法来自直觉,总觉得邓超不可信,不过越来越看着这样的孙丽,想必超哥的内心是安定的,即便是有诱惑或者什么,娘娘像是一颗定心丸,稳稳地幸福着,超哥是很难突破冲动的吧,这是我们超哥的微博,在看娘娘的,我笑得肚子疼,这俩人是怎么走到今天的。 感谢观看